我们先来谈江泽民 江泽民的九十六岁过世了 那过世了之后 因为时间点的刚好最近大陆正在陆陆续续 在一个在一个风控的争议的过程 在解封的过程 但是江泽民的过世 海内外呢 其实反应很不一样 让大家去想起 就是说江泽民当初是如何从上海 那紧急的被遭入京 在没有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的情况之下 那有序的接下了就中国的领导人的角色 好那但是我也注意到 就是说大陆方面的在江泽民过世之后呢 习近平呢 也就是说的现任的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身份 对于江泽民的就是说的评价 是非常高调的非常正面的评价 有一些的评价是历史级的评价 为什么 这个我稍微在这边解释一下 光是这个年份呢 你就听得出来这个为什么江泽民的评价这么高 他是1989年上来的 2004年下来的 他是第三 算是第三代或第三位领导人 如果你把那些 就是说目前每一次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呢 都会提到这个所谓的江马 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江泽民本身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先启后的角色 那么我觉得呢 有两点呢我可以作为回答 第一点的话呢 是整个大陆的走势 这1989年跟2004年 这两个非常关键的年份 1989年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要找一个比较懂得 维持大陆情况改革开放的人 并且取得国际信赖的人 那么江泽民在这个部分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大陆的起飞是2001年加入世贸后开始 到了2004年的时候呢 整个江泽民下台的时候 可以说是功臣身退 把位置交给胡锦涛 所以说呢这个当中的联系上呢 就说明了这两件呢 非常重要的大事 89年呢 可以说是绝处逢生 2004年呢 是这个 见露头角 在世界上 所以说是到了21世纪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中国的制造业 在出口方面 确实是非常厉害 所以说江泽民呢 这个第一个就是对全国来讲 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二个呢 个人上来呢 江泽民这个人呢 个人上来他长得 虽然说是有一点这个 长得我觉得来挺严肃 但是他实际上 讲话啦 各方面呢 他个人在表现上来讲 非常迎合这个西方人的这个口味 有话直说 而且喜欢讲英文 然后呢 最重要的有两件事情 一个呢 就是有关于有一次在北京的记者会 当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站起来对记者讲说 你们这个是愚蠢之计的呼启 就是说用他的那个扬州口音讲英文 给这个外国记者留下强烈的印象 香港这些记者 第二个的话就是他到了那个 就是说是这个 应该说是他到了夏威夷去访问的时候 坚持要在这个 大概就在唐香山附近吧 就是Waikiki的海滩上 要那个游泳 对于这个影响非常严肃的这个 中国来讲的话呢 这个最高领导人这个游泳 太少见了 太少见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他这个不但是全国的位置扮演的很好 他个人的角色的话呢 确实在那个改革开放的那个时代 这个是确实是一个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说这个大陆很多人都是以这个江爷爷的态度来称呼他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对的 嗯 因为江在那个年代 当然如果没有赶上那个年代的 或者没有机会观察那个年代的 对江泽民的感觉呢 可能就很飘移了 坦白讲就是说 你回想江泽民 他在1989年 以一个上海市委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虽然是中央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但不是但不是常委 话叫做他过去也没有任何的中央经验 然后被紧急的调上来 调上来之后 显然邓小平的很快对他为以重任 那把总书记呢 交给他 把中央军委交给他 再过四年不到的时间 把国家主席呢 交给他 正式把党政军的权利呢 都交给江泽民这个人 对江泽民的江泽民的就是说他的风格 跟他的外形 用现代的网路语言来讲 他有一个反差谋 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说反反差其实是蛮大的 就你看起来很很严肃 有时候严肃的时候呢 在发发脾气的时候 他就他反而你我我我常形容就是说 台湾的蔡英文700天不敢面对媒体 可是你看到在当时的江泽民 媒体在问问题呢 他听了不高兴 他是走到媒体面前 去跟没有媒体呢 去呛媒体 去simple naive 他用英文呢 去跟去跟那些呢 港媒啊 去去对话 这个呢 在在在中国的领导人来讲 大概绝无仅有 好那但是 绝无仅有 对但是大家要要认识到 就是说他从他到北京报道 赤手空拳到北京报道到他接下国家主席的那一小段的那三四年的时间 除了是全世界都想要去打集中中国 打压中国制裁中国的时候 而且那个时间呢刚好是呢整个的苏联垮台的时候 苏联1991年垮了 换掉对换掉从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我要对付的就剩下中国了 换掉如何如何让中国乖乖就范了 那那个是呢整个的西方国家在在趾高气昂觉得避逆天下没有对手的情况在下面就盯着中国 中国那时候才刚改革开放了十年的时间而已 好那江泽民呢 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跨世纪的领导人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 可是老实讲当时的西方国国家对江泽民的评价高吗不 尤其呢在有关法轮功的事件当中来来讲海外的许多的轮轮子法轮功的这团体 你们来讲对他是恨之入股所以呢对对江泽民西方的媒体对江泽民也几乎都没有正面的评价 虽然他有他很很西化很洋派的部分 看起来也很能够呢用用西方的懂得这种的肢体语言去沟通 可是没有什么正面的的评价 但是今天尤其 大家都都认为习近平上来的时候的在树摊的对象上面 有许多都是所谓的江系的人马被贴上简单的上海帮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可是 当江泽民过世的时候习近平的去确实的非常高高调的在肯定江泽民 我们如何去解决这层关系 我觉得这层关系 他你必须要了解大陆的本质就是说是你要用一点 辩证的逻辑来了解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辩证逻辩证 辩证逻辑的话里面最简单的事情就是说你想要达到的目的你直接是达不了的 你必须要有一点变化甚至于相反的变化然后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我刚刚已经说的非常清楚 这个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主导者但是他能够继承这个他的理想跟计划的时候呢 这个改革开放的改革是非改革不可那个时候 开放的话是对世界开放对西方开放对全球开放 江泽民扮演了这个角色呢主要原因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基本上是一个任务编组而且他把这个任务做得很好 这个任务当中呢包含了三方面 一个是个人的特质 个人的特质 那么这个刚刚我们讲了很多了 另外一个是就是上海的特性 上海的特性呢到今天为止 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在 这个大陆号称他 魔都啊 这个魔都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魔字 就是魔幻的魔 但是他主要强调就是说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自身创造能力非常强的城市 这是上海实际上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给人的印象 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在整个 国际化的趋势到今天来讲 还是以上海为主 所以说呢如果说主要的领导人呢就是以 这个上海方出现的话呢 在当时呢确实是很需要的 那个时候需要取得这个国际的信赖 取得西方的谅解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让 很多人了解到就是说 中国对于开放是有决心跟勇气的 但是对于容忍会影响政局的是绝不容忍 所以说呢这一点呢也就说明呢 大陆到了今天呢 今天呢 这个改革开放还要持续不断的深化 你看20大的这个报告当中也看得很清楚 但是想要借机会来打乱这个体制 或者说是这个 中美之间的这种这种 贸易上的摩擦也好 军事上的冲突 军事上没有冲突 军事上也算是一种 互相挑衅啊 互相谁不怕谁这种味道 也就说明了 江泽民所树立下的标准 那今天来讲 好了 基本上 也是在跟随的 所以说为什么要 大肆的 不说大肆了 就是说当然96岁也是高龄了 但是呢要能够很正式的 提出了这个对他这个 死讯啊 追思啊 因为你到现在为止 也会发觉 就我们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他扮演好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这是辩证的关系呢 因为他代表了 深化开放 那么深化开放的 结果 大家都各说各话了 有人认为说是这个 贪污腐化了 这问题啊什么的 但是你要了解就是你的经济要发达的区域当中的话呢 这个 那个 赚钱了 获利啊 这种思想 那么当然在他那个时代当中 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就是说 非常多的人在 江湖体制内 都赚到钱了 非常非常多人 没错 就是海内外 包含台湾人 那今天 就这种情况 所以说 大江的就是重要 但今天的今天的西方的西方的媒体 呃 有一点在 在 开始在电高江江泽民 电高电高江泽民的无非呢在怀念江泽民那个时代 好像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 然后呢跟跟西方的好像也保持一个 一个比较西方人能理解的沟通方式的那个年代 当然他里面一定有这种的借骨 讽金啊或者借的借的江啦 然后呢在在在讽习啊等等这种的味道 好但是大陆一般来讲 一般一般大陆民众在江泽民过世之后呢 那种那种的气氛跟对江泽民的评价 跟我们在媒体上面所接收到的这个讯息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啊按照我刚刚所讲的这个辩证逻辑啊 他的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是非常 清楚就说是深化 就深化 改革开放 这个立场然后呢不动摇国本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所以说呢但是很多人呢 当然呢很多人会比较怀念尤其是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资本团体 他们会非常的怀念 就是说在中国的话呢可以 进行这个大肆投资啊 比如说在江泽民时代的话呢 那个蚂蚁金服的这个事情可能就不会叫停了 他们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为什么呢因为最主要原因呢 很多人会觉得中国市场是一个魔力的团体 但是中国市场其实是一个造福老百姓的团体啊 这一点的话呢 如果你不能够看透就是你不了解大陆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这里 所以 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 你一定要了解就是说大陆的本质 你看本质以后你做出来的判断了 才比较清晰一点 否则的话呢你会觉得说 哎呀江泽的时候呢就好多了 现在的话就不好 那事实上他们体制上没有任何的改变了 就这个原因 好所以当当习近平在很高调的也很高度的在评价江泽民的时候 他是否也意味着就是说呢江泽民的时代的那种的开放的开放的氛围 在习近平的时代呢是会继承 当然了 当然是说继承了 这个继承的方式 你可以上一次 这个 索尔兹 访问中国虽然是旋风式的访问 但是带领了 就是因为德国的这个 工业很不得了 然后最著名的12家 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他替中国的这个投资环境做了极大的广告 每一个都是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欧元 那这个不得了 那这里面就说 他对于这个大陆的投资市场有信心 信心的来源就是深化改革开放 但是 大陆普遍来讲对于资本操作这件事情 那官方已经开始有一点讨厌 资本操作这件事情 因为我认得的很多人 就习以为常认为说要搞事业就一定要搞资本操作 也就是IPO上市 什么想办法 充业绩 这一件事情 大陆的话 就是向实发展 实在的实 就是说是去须向实 那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是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 那目前为止的话 就是 这个世界 本身的话 对于这个资本化的这个 事件来讲 那形象并不是特别正面 但是制造业来讲 那在世界各地 都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好我 我最早讲我的个人 是我自己在这边观察到的 你 你请说 你请说 好像在我在我的个人经验里面 就是 其实 十多年前 在大陆经商的台商 或者在大陆生活的台胞 如果在 十多年前 大概都会都会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陆的贪腐很严重 十多年前 我我认识的在大陆经商的商人 或者在在大陆的公共工作过的一些的台商的高管 甚至于我的朋友在那边念念书的做小生意的 大概都都会讲这件事 就是大陆的贪腐很严重 可是 坦白讲 大概这 这几年的时间 这个声音都不见 甚至于都都觉得那些都过去了 这个是我之所以会高度正面评价 就说 习近平的第一任期跟第二任期跟这个有 有关 就是连在当地生活的台商 朋友 都认为 竟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那个的看起来 已经的已经的烂到根里面的那个贪腐之之风 那把它给拔掉了 然后呢把那些病毒呢给消灭了 这个其实很 很了不起啊 贪腐这件事 事情 其实他伴随的经济的发展 伴随的改革开放 他几乎是共生的一体两面 所以呢在整治的过程当中啊 如何不伤筋动国 那个难度很高 好但是不管怎么讲 我看到 我看到习习近平的是在接接见了这个就说来访的辽 辽国老沃的国家主席啊 通论的时候 谈到了江泽民过世 他说的江泽民的是在中国的是党军以及各族人民公认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观的上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没有没有几个人啊 好然后再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 他更是中国共产党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第三代 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者 好因为习近平的用了这些的语句啊 几乎呢就是 等于是中 中国的官方 对于江泽民的就是说的最后的也是呢最高的定调式的评价 对于江泽民的演奏 对于江泽民的适合 村外滠 在狠新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